啊,有人来了吗?有人进来了吗? 这样测试一下语音,大家先不要理我啊,我发条语音在群里测试一下,看看能不能通传到电脑上。 这个进课堂的朋友来看看能听到这个微信语音的声音吧。 这些课堂的课堂的课堂,在拍摄的课堂的课堂中的课堂。 这个课堂的课堂就是课堂的课堂中的课堂。 这么安静呢 没有人进来吗 可以啊 好的好的 我没看见讨论期 这个微信的声音 这个是能从课堂里听到 是吧 这么安静呢 这个老微这个人声 声音和琴声的比例 你都在听怎么样 今天帮我想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要一讲例子 可能都是会比较复杂的例子 我要想不出什么简单的曲子 大家提示我一下 要不然讲的这个太复杂 太复杂 对是哈尔的移动城堡 看我可以让微信的窗口消失 出现 是哈尔的移动城堡 行 没问题 行 没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看看讲什么 入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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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肯定这是一个小二度 而且呢 从我们的听觉的角度上讲 小二度是非常紧张的 你要向下算的话 那它也是 你要向下算 行 这个思路比较清晰 我都没想到 这也算是一个 这是向下的大二度 好 接下来下一个音 大家看啊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弱度 现在给大家的是一个弱度 现在给大家的是一个降弱 那他的大二度应该是什么 非常好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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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给大家已经告诉你了 这是一个降弱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找二度的话 肯定要往F 肯定要往F上找 你要中间相差一个半音 那就肯定是什么 到F 很好理解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你如果说给了你一个音 你要得出几度的话 首先去找它的基本音级 是不是 是不是 去找这个 啊 你降低 也可以 行 可以 可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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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喂喂现在好了吧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现在是挂了个无线麦 然后这个无线麦 这个电池没电了 现在好了吧 现在能听到了吧 sorry sorry 非常抱歉啊 因为刚刚打开的时候 我看电池还是满的 好 OKOK 怎么样 现在大家判断音程 是不是感觉这个是比较简单了 是吧 好接着我们往下看 那么以此类推 接下来就比较好判断了 是吧 如果说我们一看 再往下看 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个书的第六页 对不对 如果是刀和降异的话 大家告诉我这是一个几度 刀和降异的话是几度 没错 是个三度 好 第一个是数它的音数 中间隔了几个音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就是一个什么 小三度 那如果说是两个基本音级之间是一个三级 然后隔了几个音数 一 二 三 四 这就是一个大三度 那么小三和大三 这是我们讲最基础的两个音级 大家去听 小三呢 它是比较暗断 好 那么大三呢 它比较明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 让这个考一考各位同学 首先是我们通过数音数的方法 然后让大家来判断一下 它是几度 好 大家注意听 大家告诉我 这是一个几度音程 你要跟我说一下是大货之小 不要光说几度 没错 为什么呢 咪 生 骚 我们说咪和生骚之间的话 你是什么样 咪 G 生 这是两个 你能从这个面上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三度的音程 是不是 在数它的数 中间隔了几个 一 二 三 四 这就是一个 大三 好 再注意听 如果我现在给你的是一个B flat呢 如果是一个B flat的话 它的大三度 应该是哪一个音啊 非常好 非常好 我看有的朋友反应的非常快 对不对 三度嘛 洗到R 你肯定是要去找它的R 然后呢 再去听它的这个色彩是什么样子呢 对不对 你看 这非常简单了 好 现在呢 我来 我来弹几个 我来挡住我的手弹几个音程 大家来判断一下 它是什么声音 好像挡不住 能看见虚拟键盘 好 现在大家呢 这个尽量不要看键盘 我来演奏几个音程 大家判断它是 是大还是小 大三或者小三 不管不管 这次坑叠软件 它不这个 不报错了 好 那你听不出来的朋友 我给大家 你怎么去听 吧 吧 了 好